女司机高速随意变道 后车躲闪不及直接翻车 女子一句话却让交警愤怒 视频中交警之所以如此的愤怒 就是因为女司机的一个致命操作 通过高速的监控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一台红色宝马车 好端端的行驶在高速上 突然就压制实线开始变道了 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动作啊 结果也就是你们想的那样 后车来不及躲闪直接撞了上去 因为碰撞的冲击力度比较大 也是让车直接来了一个四脚超天 只能说女司机真是命大呀 这要是换成拉货的大车 后果可真是不敢想象 然而这两台车接下来的操作 也是让人十分的替他们救星 面对这样一个环境 他们不仅没有做好安全的预警措施 反而你一嘴我一嘴的开始辩论起来 小编只想弱弱的说一句 大哥大姐这是在高速上啊 不顾及自己的生命 也要在乎别人的生命啊 也不知道脑子是不是直接给撞出毛病的 好在后方的车辆 自觉的做出了减速和避让 不然引起二次事故 他们也都是罪魁祸少 与此同时高速交警大队 也通过监控视频 看到了事故的发生 立刻安排了相关警员 赶去现场处理事故 交警到来后 首要任务就是指引他们放置预警措施 其次就是查看了两车人员的安全问题 被撞翻的SUV车上 是一对夫妻加上父母四人 而宝马轿车则是女司机一人 随着两车人员都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警察便有序地让他们撤离到了安全地带 随后便开始了对宝马司机的置问 任性女司机高速便到 指示后车直接撞翻 女子 导航指的路 根据宝马车司机戴女士的描述 自己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去温州女儿家里 一路上都在跟着导航提示行驶 到这个路口的时候 导航提示说要下高速 而她当时差点就要错过这个路口 所以想都没想就直接拐弯 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行驶在高速上 也没有去看后视镜中有没有车 真是想弱弱地问一句 驾照当初是怎么考出来的呢 也正是因为戴女士的自我方便 造成了后车的四脚超天 麻烦你尽量用普通话讲啊 你这个你当时为什么要实现变道 我下这里路就是那个 然后这样当我们 戴女士的方言有些严重了 小编听起来也是十分的费劲 不过想要表达的意思还是能够理解的 就是她自己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 还表示十分的不解 甚至于怎么搞的 她都不清楚 真是让人无语至极 都这个状态了 你还开什么车上路啊 SUV的车主也是气得不轻 随后交警也是直接拿出了监控视频 让戴女士自己看自己做的事情 突然的刹车变道 这在高速上换作是谁 也都无法避免事故的发生 随后交警也是针对此次事故 进行了责任的判定 网马车主戴女士在高速上违法变道 导致其他机动车出现严重事故 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同时也做出了罚款200元 和驾驶证扣三分的处罚 也算是让她长长记性了 你又乱走 过来过来 我们指挥中心都通知你了 不要乱走 你刚才在开车上帮你乱走 你知不知道 你要不要灭 我问你要不要灭 你知道吗 这些速度快起来要让人命的 你是 女司机在高速实现变道 越野车追为当场测范 女司机我不清楚怎么回事 沉队戴女士的这波操作 小编实在是无力吐槽了 在高速上跑过路口 大家都在所难免的遇到过 但选择强行变道 或者直接掉头 都是不可取的行为 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也是对他人的不负责 同时小编也提醒各位车主 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力击中 如果错过路口 那就不要回头的继续往前跑 到下一个路口再下 一定要安全行驶 同时对于此次事故中 两车司机在高速上 随意行走的行为 交警也是对双方进行了批评和教育 大家也要切记这点 不要学习它们 最后大家对于这件事 还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记得关注 下期再见